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姐莉 今天我会介绍一款病后调理身体的汤水 我这里有50克的太子芯 太子芯是保而不躁的 即使是小朋友吃都完全没问题 这个是基虫菇,我会落到50克左右 它有扶症补虚的功效 病后身体觉得很累,经常没有精神的人士 我会建议吃多些基虫菇,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还有抑制癌制包生长,有效减少癌制包数量的功效 花豆,我大概会用40克左右 它有强身健体,恢复体力的功效 它还可以帮我们保持身体健康,保持活力 虫草花,我这里大概会用20克左右 它有壮阳补腺,增强体力和精力的功效 而且它还可以有效地帮我们恢复头脑清醒 提高我们大脑的记忆能力 你们今天好吗?留言告诉我 你们今晚想喝什么汤 祝你们有开心愉快的一天 红棗,我这里会落到6粒 它有保中益气,养血安神的功效 是病后调理身体非常不错的选择 但是红棗核是醋的 所以我会选一些去核的红棗 陈皮有化痰止咳化胃气的功效 我这个陈皮就先浸了10分钟左右 因为我会把它白色的狼刮走 这样煲出来的汤才不会有苦味 我会将所有煲汤的材料 列在下面描述栏 你们煲汤的时候打开描述栏 就可以一目了然 一条去皮的红萝卜 大概200克左右 我会把它切成一块块 红萝卜可以帮我们增强免疫力 和保护我们的视力 把红萝卜放入汤锅里之后 就将之前介绍的干品 放下来清洗干净 如果你对我的食谱有任何疑问的话 请你把问题写在评论区里 我是非常乐意和大家一起分享的 由于这些全部都是干品 在制作的过程中 难免会沾上一些沙石层 我通常会将它们清洗三四次 为了避免各种营养元素的流失 这些干品我都不建议在煲汤之前浸它 清洗干净之后 就可以放入汤锅里 另外我还准备了一只 大概800克左右的烏鸡 它有固本培圆 滋养肝肾 补血液气的功效 对于病后初遇 产后的妈妈 和暴雨的妈妈 都有非常好的调理身体 和滋补身体的功效 这只烏鸡 我已经摆托了鸡当姐姐 帮我一开四 我回来洗干净就可以了 我现在就会帮烏鸡 把烏鸡飞一飞水 我是用冻水来开始帮它飞水 因为由冻水开始 让它慢慢煮滚 这样才可以把烏鸡里面的 杂质、血污 逼出来 把果皮和飞好水的烏鸡 放在烏鸡里面 最后我会再加几片姜 来劈除烏鸡的腥味 加入大约2.5L左右的清水 今天我是用电子汤煲 我会煮起 煮大约120分钟左右 看片又真的很快 你看 这么快的汤就已经煮好了 哇 好香啊 看看汤色多漂亮 这个时候我会用大约2分1左右茶匙的盐 来调味 因为我会吃一些汤渣 那些鸡肉没有味 我又觉得好像不好吃 是的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仔 都像我那样 那么喜欢吃汤渣的呢 如果有的话 麻烦你们留言告诉我 让我知道我并不孤独 嗯 那个汤闻到真的很香 闻到已经很想喝了 我不客气了 那个汤好香浓 好鲜甜 那些汤渣都非常之好吃 好正 不如今晚你们都试下煮这款 这么美味的汤啦 如果你都喜欢我的食谱 请你给like和留言告诉我 记得订阅我的channel 顺便按旁边的小铃铛 多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食谱再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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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